事情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家这有无穷无尽的皮皮吗 然后最近柠檬也过剩了 粉丝们集思广义 建议我把它俩组个CP 今天又遇到这个中国大爷了 还在用手挖呢 不好意思 我已经进化到会使用工具了 皮皮太多我不怕 漏勺在手挖一挖 涮一涮千年老泥蹭蹭下 呃这不会是什么玉吧 回家路上遇到这个野花 好想挖回家好养活吗 在小区顺点柠檬 这个菜一般你们都怎么吃呢 感慨虽然快乐 但成天风水日晒的 紫外线容易导致皮肤暗沉氧化 吉美们啊 晒后的72小时 可是我们的黄金拯救期啊 用个小姐妹疯狂给我安利的 奶皮面膜急救一下 切抹肌底液很轻薄 在脸部多提来按摩几圈 帮助我们打开肌肤通道 让面膜精华液更好吸收 再敷上面膜 精华里的核心成分 是提纯度高达90%的光杆草丁 纯度越高 渗透吸收效果也更强 特别适合晒后修复和提亮肤色 而且它是植物提取的 非常温和 敏感肌和妈妈也可以用 这个膜布的质感 软嫩滑糯 抓业力很强 贴上做其他的事情都不会滴液 15分钟到了 来看看是不是水润透亮了些 可以搭配它在小奶罐 能用修护更安心 第二天起床 光泽感是不是很不错 沙子养的差不多了 用开水煮到开口捞出来就行 加上字幕里的调料 拌一拌 酸酸辣辣的非常开胃 这道不花钱 又可以吃一辈子的菜 你们也试试吧 谢谢大家